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影片非常长啊 二十几分钟 呃 其实呢 这个录制这个影片 时间很长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耐心也可以不要看 今天跟大家解说一下阵容啊 在陆服当前版本 地底王登场之前 我们都使用的是许普核心 那有一些朋友 我知道台服又抽了原子武士嘛 你要不要抽这个恶狼 要不要抽豪杰呢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那个两个超能没有问题嘛 两个超能你用许普跟凤凰男 这两个是固定的 对不对 或者是许普跟大中炎 这两只是固定的 又或者是许普跟普罗斯 又或者是许普跟King 这样的选择都可以 主要取决于你要抽什么角色 你当前有什么 你之后有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你想抽的跟你当前有的 你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摆了 武装的部分 当前你可以使用 很多角色来替补这个位置 你甚至可以摆童帝 可以摆阿修罗 可以摆球棒 可以摆邦谷 都没有受影响 主要是超能跟格斗的固定 格斗你要固定在像是邦谷跟恶狼的话 跟邦谷跟豪杰 那还不如可能是豪杰跟恶狼会好一点 两个格斗 两个超能 那撇除这个情况之下 你其他的角色 当然是比较多元咯 包括接下来要出的弟弟王 弟弟王会出来很有可能是武装角色吧 那武装角色就是为了要淘汰原子武士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不大可能会淘汰闪光弗拉修 到时候来看他的技能说明 跟闪光可能是两个比较像是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一拳超能角色他会一直去换 一直去更换 好 那看到这里呢 太多很多朋友都有原子武士跟阿修罗对吧 如果你要打一个省钱的阵容啊 你可以用原子武士搭配 这个恶狼 你可以升级把阿修罗变成恶狼 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那豪杰这个位置如果你抽不下去的话 你就是要把豪杰跟恶狼两个选一个有没有 可是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问题是你会少一只格斗 所以呢 通常豪杰就搭配阿修罗 或是豪杰搭配恶狼 这是目前当前版本徐浦核心的做选择 那超能的部分呢 你除了可以使用徐浦跟凤凰男 你的大九眼要上场的话 你要怎么摆正 像大九眼上来的话 你可以用当前这个组合 你看看这黑卷 有点紧绷的地方应该在于豪杰跟闪光弗拉修 不过他中间呢 还给你一个凤凰男做传器 这个阵容也是其中一个可以考量的阵容 那你也可以使用凤凰男 用当前眼前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是目前陆浦版本 我认为是最强悍的阵容 在帝底王来之前 但是帝底王来了之后 他什么角色要下来呢 很有可能是不是要轮到凤凰男 同时如果你要沿用King的话 这也是一个组合 用King提速 接下来用豪杰做一个猛攻 但是少了元祖式的加持 大九眼做风际 大九眼做风际 你也可以选择闪光弗拉修 摆在这个位置 哇 这个角色的组合的方式非常多元 我相信我刚刚摆这些组合 应该有其中一组 可能是你用得上的 因为刚好给你做了穿插 像这样的队伍呢 压力就比较大 豪杰跟凤凰男跟闪光弗拉修 大九眼都是连环出的角色 整体而言呢 刚刚介绍的就是有分为 平民队伍 课长队伍 还有中间你要跳色 跳过角色的队伍 这样说明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你怎么样换 怎么样换 两个格斗 两个超能 另外两个 随便你发挥 你不想抽闪光 你还是要用King提速 不过要注意一下 格斗不能缺 格斗是关键 格斗是关键 所以为什么要那个阿修罗 你可能搭配 稍早讲解的豪杰 或是阿修罗 搭配恶狼 这是目前唯一的考量之一了 那如果你要搭配邦谷也可以 只是 可能是恶狼搭配豪杰会好一点 配数的部分 像我们这边啊 如果要用球榜 你没有要抽原子武士 你用球榜 这样可不可以打 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们用几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组合 实在是非常的多元啊 所以我才说一圈超能慢慢 走向比较多元的一个队伍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针对第一个拼命队伍做测试 这个是比较玩家抽得起的 我们用凤凰男的复活搭配原子武士跟阿修罗 还有之前出的觉醒King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阵容去打架什么表现 当然我还是要说 当前站立是9300 我们去找榜二去试 比他强2000多万 一定有影响 不是没有影响 可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武对我搭配的组合 第一个是单纯使用King做提速 然后我们这个主人的King目前已经是几乎还原了 所以装备比较不好 但是还好啦 对面这个对手啊 他本身是使用一个没有提速的方式 用风火流来跟提速的去做对打 那狂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提速原子武士 先长的不屈 那豪杰这边当然还是做一个猛攻 然后凤凰男做复活 阿修罗在前面承担 这样的一个队伍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队伍 而且他是一个CP值蛮高的队伍 至少你可以很多角色可以拥有 是不是 你拿了原子武士可以休息一个恶狼 你在拿豪杰 拿凤凰男 那如果说你休息恶狼的时候你就要去存黑卷 才能够买这两只角色对不对 可是你买这两只角色很简单啦 因为你其他角色可以跳过啦 包括这个闪光你也可以跳过啦 阿大雄演 你不想要也可以跳过啦 原地底王他出来了 至少你用许谱在这个核心 我们就讲许谱就好了 讲下个核心太远了 你看当前这个阵容跟对面的阵容 对面假如有闪光的话 来打我们这边 或是有原子武士打我们这边 说起来还是有得拼喔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原子武士打过来 我们这边有一只原子武士对吧 那你闪光打过来我们这边有一只豪杰 所以这个队伍是这样子 你豪杰跟 恶狼两个对打 包括闪光跟豪杰对打 你只要想着你什么角色可以承担闪光的攻击 什么角色可以承担恶狼的攻击 那就放一只豪杰 是吧 那原子武士为什么是必要呢 因为我觉得在虚无核心 原子武士是关键 你必须让他出招 但很显然这一次大中元给原子武士做了一个不能发技 那我们这边就要透过凤凰男的复活嘛 可是对手他摆得了这个凤凰男吗 他可能摆不了 他可能要把这个老头下去 对不对 老头下去放凤凰男 那为什么他是摆老头没有摆凤凰男 这有可能有很多因素 像这个队伍的 阵亡的顺序 还有他的老头他可能是想要打一个 CP值比较高打个全屏 但是这个方式对没有大中元可能是比较OK 我们这边有这个援助士如果再打一个大中元的话 他肯定是受不了啊 也不要讲帮鼓啦 这个阵型如果你是带上大中元 对方的阵容很多的角色可以说是几乎用不上 你放恶狼上来有的时候他会当一个木头人 就算是你可以去做一个 这个解晕 那也没有用 那大中元走到一个沉默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一拳超人 角色多元我认为是总是是比较好的 当前这个阵容啊你有武士的话你可以考虑听狂人的解说 你拿一个豪杰有没有 因为你拿一个豪杰是当前稳住虚普核心 那阿修罗呢 你已经舍不得了你没有多的黑剑 那可以给你做一个游戏的续命 不用说到玩到这个时候了 然后你硬要去抽一个恶狼 这是我觉得 帮你们做一个考量 搭配原子武士跟凤凰男 将这个KING啊 觉醒KING过去的角色 沿用到CP值比较高的境界 那这一场的话 结果是打赢了 不过双方有了战力的悬殊 但我还是要说明啦 打赢呢跟二绝跟一绝 多多少少少一定有差异 但是呢 这一场会赢的关键就是他打的是一个 没有速度流 没有速度的话他出不了招 我们这边当然 气比他多有没有看到 下面是打到第3回合 10个气 他这边剩下4个气 所以玩这个游戏 你要有这个发招的机会 速度是固然重要的 速度快你发的招的多 气上升的就越来越快 火就越来越多 他这边恶狼先收拾了KING 帮古做一个扫残鞋 这是他的战术 但是残鞋打完了之后 他少了原子武士 原子武士再怎么样去 打这个不去肯定还是比老头还要快呀 老头他是搭配恶狼 跟搭配豪杰 总共多一点追击 然后去把这个我们的盾牌给破坏掉 可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放了一个凤凰男之后 恶狼叼走了 那这剩下一个豪杰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豪杰没有用了 豪杰在这种场合 他就算能把我们这边踹斧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凤凰男 所以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重点就是 你要看看 你摆的组合呢 你要走一个复活流 那之中 要用的角色 势必要几只鞋要比较厚的 给他扛住 时间越久 迎面就越大 好了 那这个队我们试完了 我们现在到角色去 我们再换一个队伍 我们试试跟队伍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影片特别长 狂人目前讲话讲到这边 还不确定可不可以录完 精力而为 这边摆的是大炯眼啊 这个阵型很多玩家 应该也可以达成了 因为 援助师跟豪杰 差了一点点时间 豪杰跟大炯眼差了更多的时间 那这个是纯粹走一个烽火 不走复活 那烽火流跟复活流 有什么不一样 有啊 因为我们把对方的技能封了嘛 对不对 那凤凰男 不存在也OK 但是前提是要建立在 你的速度比对方快 比较适合这一套阵容 那我们这边打的 还是冤之武士先斩步区 大炯眼做 这个 封技能 让他沉默 你让他沉默之后 他不能发迹 那冤之武士在干扰步区 豪杰在前面承 让甲虫的训练时间拉长 甲虫再做反伤 听起来还真的是很不错 这个也算是平民阵容之一 你要走一个国家队的话 那就不用看任何参考的影片了 因为你每一期角色都要抽 对吧 那我们这边看到 冤之武士发挥 很有效 第一手为何 你速度比对方快 你马上就把步区给他斩下来 斩了之后 你们刚刚看到大炯眼放了之后 他打他蜡烛还会做干扰 除了沉默之外 还有引爆 这个时候你就占人一面了 是不是 那当然啦 你的King的这个位置也很多元哦 你还可以抽一次闪光哦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大炯眼跟徐浦 两个超能了 这个时候King你甚至可以放上 球棒 你甚至可以放上 Anyway任何角色 是吧 所以这个阵容呢 我认为也是很棒的 你至少可以跳过恶狼 和凤凰男 你可以喘气 那失去凤凰男跟失去大炯眼 哪一个问题比较严重 我个人的 看法是强烈建议大家 就是大炯眼是高过于凤凰男 凤凰男是复活 但是说穿了 是个工具人 大炯眼除了工具人之外 他还是可以 给怪物的个风技能 风技能的话 其实在PK里面是 很严重一个事情 因为出不了招 过去几集的影片曾经有拍过 像我们以当前这一次 我们速度比对手还快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个大炯眼 不能发烧的时候 甚至是这个阿修罗不能吸血的时候 这个战斗时间就会特别的快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同时你们可以注意到 豪杰呢 无论摆前 摆后 都有他的好处 主要就是你要提速的话 你摆king king通常是守在后排 那你要帮谁提速 你帮豪杰提速 跟帮原子武士提速 像这个当前的阵容呢 你把豪杰摆在后面 那这边就会发生一个问题了 那你这个谁哪一个要到前面去 是不是 原子武士要上来是关键之一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你的豪杰是辅助了 那也没有不好啊 你就当作是 赌一个运气 让原子武士首回合 给他发招 不去扣掉了 那豪杰就当作是承担 因为豪杰是能打能熟 但是原子武士是要斩不去 这个是 比豪杰还要 更需要 是吧 好这边甲虫还活着 那里面这边也看到一个问题哦 我们没有摆凤凰男对手 没有摆凤凰男的情况 我们都不能复活 但是对手如果没有武士的话 打这场战斗是非常的困难 就算他的风技能还是很困难 因为他再怎么会风技能 总是有角色可以动的嘛 双方的风技能的数量是固定的 纯粹是一个运气问题 你看他这个头上也没有 也是都是直射的星星 直射的问题大了 这边速度更快 凤凰记了之后 无人机攻击完 等下元祖是这一波在 斩过去对手 通常是受不了啦 当前版本在弟弟王之前 这个阵容也是可以战斗的 你看到他的二郎倒下来了 就算他加2000万战力 你觉得他可以打赢这场战斗吗 狂人跟你们说他加2000万战力的话 这一场战斗他还是打不赢 因为左边这个玩家呢 我们当前 他是六只活着 这个是胜利有悬促 如果说剩下三只的话 他多2000万有机会打赢 OK 那等一下这个阵容完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阵容 这个阵容跟大神的阵容 其实 说真的我觉得已经算是OK了 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用king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很OK了 你用king的话基本上已经省了很多黑卷了 你还什么事不OK 是不是 你放上闪光 还有一个隐忧 他跟原子武士 两个都是超能 弟弟王又是超能 看着办吧 是吧 所以常常有观众留言 我们在讨论这个 队伍搭配 也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解说 只能把可以摆上来的 像片头前面 好几分钟介绍的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元 那我们现在介绍 很多玩家可能会使用的阵容之一 就是跳过原子武士 搭配恶狼的朋友 你走了恶狼之后 你可以打豪杰 也可以恶狼打甲虫 那我们这边就放上甲虫 因为在把这个国家的品质降低 我知道很多人黑卷不够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 就放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也是 多数玩家抽得起的 你刚好这个抽了 凤凰男 抽了恶狼 也可以停一下 再抽个大熊岩 像这样的阵容跟刚刚那些比起来 都是比较没有压力 这个阵容怎么打呢 这个阵容是首先要看对方有没有武士 如果对方有武士的话 通常你用这个阵容是 99%会输 除非你的速度比对手快 然后呢你刚好又可以 让这个对手的 技能用沉默去给他封起来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阵容 他的缺点就是我讲的 你一定可能会打出对手 但是又有一个优点哦 优点就是赌下一个核心 这些角色 他更能使用 因为呢 原子武士是针对徐普 这个是最关键的角色 但是失去徐普的原子武士 他跟其他角色比起来 包括大熊岩跟凤凰男比起来 他的CP值 一定比这些还要低 因为原子武士他没有凤凰男这种特性啊 这个凤凰男的特性跟大熊岩的特性是 唯一最有可能沿用到下一个核心的 那二狼啊 像这个豪杰啊 突破不去 追击的类型呢 还是属于徐普核心 比较有优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斗 如果以速度比较快 还是用King做一个提速 对手的豪杰 速度 还是可以发招 只要他没有被封击的话是可以 那你被封击就视不像了是不是 所以啊我就刚刚前面也讲了这个大熊岩是事关重要 你有了大熊岩能够 把对手的技能封起来 这个是特别关键 你不管他攻击力高不高 他能够封 封技能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沉默 蜡烛的 本身的伤害是有 追击也有 但是再怎么样 再怎么厉害 也不如这个沉默 沉默的话 你这个角色都白抽了 你把他前面 不在后面 你被沉默的都白抽了 躲不掉 是不是 你们都知道这个徐普核心 像邦谷啊 温德啊什么都好 他本身是不是要发技能 他有特质嘛 你温德要走晕眩 那你走晕眩 你 你不管今天怎么样 你只要一旦被沉默了 你这个角色就当首回合就报废了 你温德只能晕两回合 给你沉默两回合 你温德就整个就报废了 是不是 那对手 你这边使用原子武士 你给人家下了一个沉默搭配原子武士 按理来说啊 你的速度快 绝对是有优势的 先不讲什么沉不沉默啦 你给他不去斩下去 他这边也要不去斩回来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阵容啊 为什么放了凤凰蓝 就是因为你找到他之后 你拼复活 他起来之后再给他 把战斗时间拖长一点 哇这个大熊炎 2560万 对面的大熊炎 伤害只有 三分之一 这边是他的两倍半 恶狼再做一个突破步局 现在这个阵容还没有摆原子武士 就是摆恶狼 你喜欢恶狼你这个阵容下去打 刚刚也给大家解释过了 你就等于说要撑住他 然后搞一个复活 但实际上PK 你就是有可能输 你就是要等到下一个核心出来 好你有可能可以再翻身 OK 也没有不好啦 因为讲真的啊 原子武士跟恶狼两个版就不能比嘛 刚刚讲的那么清楚对不对 本来就不能比的 因为 原子武士潜在的危机 你就是有两个武装 是吧 你跟这个球棒什么东西 原子武士地底王 全部都是冲突 他又不属于许普核心需要的了 所以啊 我又强烈怀疑核心要出来了 因为吼 他又再多了一个武装 就说明了下一个核心要来了 因为已经三个武装了 好这场收尾了 二郎突破不须豪杰倒了 我们再换一个阵型 我们再打一场 这是把豪杰给摆上来 闪光给摆上来 这个也是一个阵型哦 这个也是一个阵型 那你们一定会想说这个狂人啊 你怎么不摆最强的国家队 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说 最强的 摆上来没有意义啊 那个最强的就是课掌全部都有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使用这个就是穿插的 有没有 你看到的 有穿插的 抽个豪杰 抽个凤凰男 抽个闪光 多快乐 还给你时间可以存黑卷 是吧 那当前这个阵型呢 你是用闪光去打一个扣鞋 用豪杰在前面弹 然后甲虫也在弹 这个阵型还是一样 老样子 跟刚刚上一场的解说一样 你就是少了原子武士 但是好处 也不是没有哦 有好处就是 你的闪光给他扣鞋 你的闪光速度比对方快给他扣鞋 你这边打一个承担 你看当前这个阵容 如果 这样子 有朋友 听不太明白 没关系 狂能跟你们 解释一个重点啊 你就看哦 对面是 甲虫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甲虫 还是用上司的方式 两个给他抵掉 有没有 然后你接下来想着 邦谷可以解决谁 邦谷这边要解决的话 闪光佛拉修他不一定解决掉 豪杰也是是吧 所以你根本不用李邦谷 我只是举例 我打个比方 这边不是在评论哪个角色强哪个落后 然后 对手的豪杰 他有没有机会 解决闪光佛拉修或甲虫呢 好啦有可能啦 有可能可以解决甲虫 可是 前提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豪杰嘛 所以你跟他豪杰护抵了之后 这边要注意就是他大俊颜会搞一个烽火 对不对 那怎么攻破他这个阵型 像他的阵型呢 恶狼 可能就有点可怕 所以我们前面摆着三只 有没有问题 毫无问题啊 是不是 你光是 给他这个凤凰男做一个复活 他恶狼那个单体 他敲到什么时候 是吧 那他这边有一点尴尬的地方是 他什么角色要先发招 他如果选择后三只的话 那这个恶狼 气也不够发 总之整体而言 我们要打赢对手 首先就是要看两个事情 这个你们玩游戏都知道 第一个 他打过来的时候用什么去防 那你最怕他哪一个角色 像这个阵型你们直接告诉狂人 对面的角色 如果以我们这边的队伍 他哪一只最可怕 你看他这个配速和角色 他哪一只最可怕 聪明的你可能不见得会回答豪杰了 是不是 你也不会认为邦谷很可怕了 这个最可怕的我认为是大九眼和二狼啊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 其他都衬托的啦 那狂人这边 当前测试的队伍 这个阵型呢 他最怕我们的谁 肯定是这个闪光跟豪杰嘛 对不对 那以这两个情况 你再来判断 要打赢这场战斗的时候 我们怕他是什么 他怕我们是什么 最后这些东西 战斗起来是什么结果 他就多少有回答案了 那他没有凤凰男 他等于说 就算今天带上原子武士 他也要够会展啦 因为我刚刚讲一个重点嘛 帝帝王要出了 出了之后 你还是只有曲谱核心 你原子武士 你打不过帝帝王 都是武装 你放原子武士有屁用啊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每个游戏呢 我们在 抽角色的时候 你要当前 你抽了就是当期很高兴而已 阿果两期有些命短的就没了嘛 真的要讲命长的 我的眼光还是会放在于 比较有特殊性能的 或者是你干脆直接选择 抽豪杰啦 因为 豪杰是当前这个版本 除了帝帝王之前 里面最强的一支了 我不管说他是被 被什么克被什么克 他再怎么克是 另外一个事情 他是最强就是最强 谁克谁那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他在当前他确实是最强 综合他的实力表现 一样的装备啊 同样的等级 他就是最强啦 哇今天这个影片 讲话讲了二十几分钟 如果你真的看到这里 可能跟你说谢谢 我尽力了 那我只是 很客观的 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你可以看看 你喜欢什么 你搭配什么 对不对 那你搭配出来 你看这个战斗效果 怎么样 你去想一下 像我刚刚说的话 人家拿原子武士针对你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去挡他 有没有 你跟他对位 OK啊 怎么不OK 你原子武士 你跟他对位 OK啊 是不是 好你跟他对位 你要走一个复活也可以 重点是 你要怎么收拾他的原子武士 聪明一点 你放个大雄言就好了 是不是 你速度比较快 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你笨一点的话 也不是不行嘛 你只要跟他一样带一个原子武士不就好了 是不是 他斩你你斩他 剩下的 你在看最前面 那个队伍的安排 你可以跟他放不同的角色 玩一个多元化的组合 好了 那么 希望这场最后的还是有打赢哦 看完今天的影片 也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 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我是狂男 还没结束 还有最后一次 大雄言发招 一个沙发倒了 豪杰做一个收尾 本期影片 告一段落 我们晚一点 再见了 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